虽说是立秋以后,但是暑热未尽,白天依旧炎热,所谓秋老虎,就是说立秋后,还有一个月的炙热天气,但是天气变化无常,有时起风,早晚温差又比较大,此时又赶上三浮中的墨浮,做好养生工作,才可打好健康基础。 立秋后,做到三不睡,三不做,三要吃,秋冬不生病,来年更健康,立秋养生,做到三不睡,一,不时发入睡,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起不来,只能选择晚上洗头。 困意上来后,头发被盖就进入了梦乡,其实这是很伤身体的,一方面头发未干入睡容易感冒,因为一天中午也是阳气最弱的时候,经过了一天的消耗,很容易感到疲倦,热水洗澡使毛吸血管扩张。 当受到外界刺激时,一体容易受到风寒,另一方面头发不干睡觉湿气,一嵌入体内。 二,不带气入睡,一项研究表明,睡眠会使人们对糟糕的事情机翼更加牢固,存在心理的时间更为长久。 二,如果睡前生气,或者是有心死,会导致失眠,心率加速,神经脏弱的后果。 且譬如润湿,思虑过重会损伤脾胃运化。 譬意识,无以润湿此时起重。 三,不止湿后睡觉,此时是止十一点之前,一定要在十一点之前入睡。 相关数据显示,如果每天十一点以后睡觉,身体状况无一例外会越来越差。 皮肤状态,精神状态也会眉眶日下。 建议每天都十一点以后睡觉的人,不妨试一下十一点之前睡觉。 第二天精神状态一定会非常好。 立秋养生做到三不做。 一,不洗冷水澡,立秋后的这段时间,正赶上三不天的末幅即将来临。 天气也热,难以忍受。 很多人一时贪良会选择洗冷水澡来达到迅速降温的目的。 其实天气越热,湿血越重,所以一定要洗热水澡,而且立秋后凉气容易入侵。 一,感染风寒,二,不饮食无忌,立秋后,受到秋枣的影响,很多人会出现皮肤干燥,便秘,精神不佳等情况。 所以在饮食上尽量选择清淡,润造的食物,一般不建议秋季吃羊肉,牛肉或者是串串等以上火的食物。 这些食物容易引起嗓子痛,流鼻血或者是便秘的结果,冷饮也尽量不要吃,会对肠胃造成伤害。 三,不乱添加衣物,薄衣之法。 当从秋席之,秋老虎过去以后,温度开始有所下降,很多人会盲目的添加衣服,恨不得捂得越多越好。 但是刚刚入秋不建议大家穿的太多,可以在早晚的时候添上一件外衣,秋季让身体潇舌动一动,有了这些严寒的锤炼,可以增强机体对东西含冷气后的适应能力。 立秋养生做到三要吃,一,要吃去吃的食物,经过一个夏天的折腾。 大家为了降温吃冷饮,喝凉啤酒,洗冷水澡,都会造成体内湿气堆积,历久后抓紧去湿,可以让整个冬天更健康。 大家平时最熟知的红豆一米可以去湿,但是一米幸好,不适合长期饮用。 所以叫大家自制一杯去湿茶,喝长期饮用,并且去湿效果更佳。 自制一杯蒲公英五芳草茶,取蒲公英根0.7克,吃小豆1.7克,一人0.7克,蛋竹叶0.2克,五芳草0.1克,淮泥0.1克,浅食0.3克,绿茶0.2克为一袋制成,每日一到两次。 方解,本草纲目中说,蒲公英解食毒,散致气,化热度,消恶种,结合,蒲公英和泄火除湿,可以改善湿热所导致的恶心,舌胎发黄的问题。 对湿热引起的豆豆也有不错的效果,五芳草野称买齿腺,能翻卸消肿,立场怀疑,解毒通灵。 等草纲目,吃小豆清热解毒,健脾异味,利尿消肿,通气厨烦,义人健脾异味,不被清热,驱风省湿,怀尼可清热,凉血,尖肾水,但竹叶已渗湿泻热渐肠,减食能健脾趋湿,固肾净腺,绿茶不发酵,多种成分几乎都保留下来,趋湿效果最佳,几种它配在一起。 对于去除体内湿气,效果油加,不妨试试。 二,要滋润造安神的食物,秋季气候干燥,虽说早晚还比较凉爽,但是白天气温还是很高的。 所以根据造泽润汁的原则,建议饮食上一样年轻热,肉造之可,清新安神的食品为主。 可选用芝麻,蜂蜜,银耳,百合,乳瓶等具有滋润作用的食物。 三,要吃点脾胃养胃的食物,入下无病三分虚,这也是苦笑的来源,夏季刚刚过去,而人体的脾胃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。 所以在饮食上要多使用清热,离湿,健脾的食品,避附体内湿气,恢复脾胃的正常润化,常见的食物中山药,栗子,山楂,大枣等都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